法卧大使板块 洞察投资机会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投资外国的京城阿满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1年7月29日7点15分 美东时间2021年7月28日19点15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指跌信号 货为中继 昨天由于新华社出来安抚市场 整个的我们可以看 A50这是反映中国的外资又开始回买 就是说这次不会殃及持余 只是城墙是火 不会殃及持余 只会烧到教育 主要是为了三胎问题 不会殃及持余 然后安抚了一下外资 外资开始昨天开始买入 那么今天A50因为它是有夜盘 美股也在交易 我们回看又涨了不少 那么有的人就说 这是不是就彻底见底了 就不会再往下跌了 它会不会往下跌 我现在还真不好说 但是直接拔V型底 A股几乎没有 咱不能说是彻底没有 我只能跟大家说几乎没见过 我在A股当中 那么昨天 A股这块 我们来看 出现了这个十字星 也有人叫风车线 因为它上下的这个影线都比较长 或者叫螺旋桨 这个螺旋桨 也许这个螺旋桨信号 是不是一个止跌信号 是一个止跌信号 它要配合谁看的 配合它 我们可以看 KDG 就是这钩 这个钩 它最快 KDG 这个钩是最快的反应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 就这个KD 它是 D是最满的 这个钩是最快的 最快的 现在已经跌到零了 已经跌到零了 有时候它还会复值 你往这一放 你看现在就是复值 复值说明什么 复值说明 KDG 这个摆动指标 要进入一个钩化 它的钩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盘的红盘 有时候人说 你就说这MACD 它就钩化 MACD还没钩化 MACD没钩化 MACD 大家要听我的这个 教学就可以知道 就是MACD跟RSI和KDG 它还有一个循环关系 这个循环关系 大家有机会 可以听一听 那么我们给它弄成15分钟的 大家可以看 15分钟MG MACD这块金叉 但是没有明显的上翘 这块呢 KDG是达到了15 并且金叉向上 在这种情况下 说明什么 说明大盘没 它要15分钟金叉 MACD 翘手向上的话 那说明啊 大盘要有一个反弹 那么现在是不是要反弹呢 现在 不好说是反弹 现在这个位置 它钝化 只能说明 只跌 只跌之后 它是横盘 还是反弹 不清楚 我们把这个KDG 这个先给关掉 关掉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 这个螺旋桨的这个信号啊 螺旋桨的信号 不是一个明显的见底信号 它在一波下跌的行情中 是一个见底信号 这有识说啊 这是书上的原话 但如果在一波下跌的途中出现 那么它是一个下跌中继 那么怎么你知道它是途中还是就只跌了呢 这个东西没有 就得配合指标看 啊 那么指标看 现在这个指标顿化了 我只能说它是一个只跌 但是不见得 它就是一个见底信号 而是只跌信号 注意啊 只跌跟见底信号不一样 只跌信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可能它反弹之后 还有第二句啊 也就是这儿有一小反弹 甚至不是反弹 反抽 抽到这个3400点整数关 再来一脚 做一个头肩底 昨天的这个位置 跌到的是什么呢 是前期 我们可以看啊 前期徘徊已久了 这块 从去年年底 上了台阶之后 一直到今年 所有的地儿找来的 同时这块呢 是一个比较可靠的 指跌 是什么呢 原来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这块是一个M头 M头呢 就到这个颈线的位置 我们量距离 量下来 到昨天这个位置 也已经到了 它的最小跌幅 那么这块是一个止跌 那么由于它把 连续的把这些均线 全给跌破了 那么这块 能不能守住 这还真不知道了 就 这个反弹之后 因为昨天是 咱们国家新华社啊 出来安抚市场 那么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露一下之后 走成头肩底 再往上走 这块啊 我觉得我们得防住了 啊 为什么呢 因为3233点 首先来说 这有一个3286缺口 这块有3286的缺口 这块会不会再砸一下 就是说它反弹之后再砸一下 就是这个头呢 就缩一点啊 就是变成一缩波弹子 是这样一个 有可能 或者这是一个W底啊 就是右边低的W底 有可能是这样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走出一个大头肩底来 打到前期的 也就是去年10月份 那个低点啊 去年10月份形成的平台 也就是去年7月涨完了之后 往下跌 形成那个平台 有这两种可能 这两种可能 现在是不是能够走出了 我不知道 最小的一个概率 啊 最小的一个概率是什么 走这种W底 啊 这是最小最小的概率了 我基本上认为 它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 就是W底 就这样一下就起来 啊 我觉得不会 因为啊 这个人气伤了以后 暂时是回不来 有的人说说 那是你这不是畅空吗 我不是畅空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啊 这个人气伤了以后 很多止损单出来 是机构要求的 一些风控措施的止损 止损之后 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调仓 它很多东西 它就不会回到原来那去了 啊 或者说是不会回到这个 呃 上证个50啊 或者什么 一些一些股票当中 它可能会调仓换股 在这个调仓过程当中 这会反复震荡 它不会说以措而救 那么这种震荡呢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 打压建仓 那么如果打压建仓 跌到这个 3286的前期缺口 这块的支撑 或者甚至 补一下缺口 走成这样一个W底 啊 也是有可能的 更大的可能呢 呃 这不是说更大的可能啊 就是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咱们说的这种 头肩底到这个 两千 三千两百三十三 或者三千两百五十点 为什么我说了一个 三千两百三十三 三千两百五十点呢 三千两百三十三 是斐败大切啊 呃 零点二三六 那么 这块呢 再往上抬高一点 三千三百五十点 三千两百五十点呢 是斐败大切的呃 往下跌的话是0.188 因为呢 斐败大切在除了0.382和0.618之外啊 还有两个是需要用的 就最重要的 有的人说是用0.188和0.812 有的人说呢 是用0.236和0.786 这块呢 莫中一世 而且呢 这个 写他的书的这些人啊 都是存在这两种观点 而且这两种观点的一般的情况啊 都是一个弱支撑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看 就在这一块呢 可能来的位置 我觉得呢 呃 要是头肩底的话 应该在这个区间 因为不可能精准到 那么准啊 那么我们就看这两个区间 呃 我认为还会再踩一脚啊 现在如果你要抄底博反弹 就是一两天 失败了就赶紧跑 呃 如果不是的话 您就索性就别接了 那么昨天呢 我跟大家说 前天我止损了一部分 昨天我在他回升的时候 我是全部止损 然后呢 重新布局了两只股票 在我的直播间 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来我的快手直播 我们大家呢 可以看啊 因为咱们在里头不做建股 我只是给大家看我的操作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如果您想得到更及时的信息 请您来我的快手直播 谢谢大家 快手直播的名字呢 依然也叫京城阿满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